比特币4个小时出现一个看涨背离 MSAD出现一个零轴上方的一个时差 并且价格在不断的去创新高 所以说出现一个看涨背离 会不会继续向下回调一波 我们来看一下现在的一个价格走势 目前比特币价格是在一个24400美金左右水平 那么这一波它会不会继续向上涨 我们来看 那么我们打开这个日线级别的图表 可以看得出来 它现在的话 它已经打破了这个日线的一个下跌的一个通道 是被打破了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位置 日线级别的一个下降的一个通道 是被打破了 在这个21500美金的位置被打破 那么随后进行上行到一个24000这一带 上涨15% 那么最强的一个阻力其实 从这个测量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 它是最强的一个位置是在这个30000美金这一带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近期的一个压力肯定是之前的一个套脑盘的一个位置 26600多美金的位置 第二位置也就是之前的一个 这个套脑盘这一片的一个套脑盘具件 是吧 这个压力都是来到上方的一个位置了 那目前来看它会不会继续进行一波短时间的一个回踩 我们来看一下 那目前的话市场位级别的话 这个位置的话是出现了一个 看到没有 出现一个死差 而且的话 是这个MCD的话 是不断的去降低的 而且它的价格在不断创新高 所以这一波的话 可能会像之前一样 进行MCD的话 进行一个回调 那么这一段的话 也是从这个24000的位置回调 到一个20600美金位置 跌幅接近 这个位置跌幅接近 我们来看一下 测量一下 那么用了6天时间跌了15% 那么之前的一个 出现看涨背离的时候 出现一个15% 如果像之前 现在在这个位置跌下来的话 我们就算它15% 是吧 6天时间了 也就是跌到这个21000这一段水平 我像之前一样 之前这一个位置也是出现一个看档背离 价格在不断的去创这个新高 而且MCD出现死差 那么这个位置也是出现一个看档背离 然后进行回调 那么也是用了4天时间是跌了15% 之前这一片也是一样 也是拉了一片的 看档背离 然后出现一个回调 4天时间里面去跌了15% 是吧 那么现在有没有像之前的一这样的一个情况 像这样回调的 几天的一个时间回调到下方的21000这个水平 那么现在是有这个机会的 有这个机会的 目前的话是出现一个看档背离的一个情况 那么终胜手术的话 那么如果它在网上冲啊 有可能会进行一波的一个回调 那么我们要去关注下方的一个布袋下轨位置 21700美金这个止盈的一个位置 如果你去做空的话 你可以去考虑在这一带的一个止盈的位置是吧 第一个止盈的位置21700 第一个止盈的位置是22800多美金 第二位置是在这个21800美金这一带水平 这是比特币的一个情况是吧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仪台榜 仪台榜的话也是出现了一个典型的一个看涨背离 价格在不断的创新高 而且的MCD的话出现一个死差是吧 在这个位置出现死差进行回调 那么这个位置之前也是一样 是进行一波的一个调整 那么这一片的一个区域 其实它在这个箱体里面的话 它是进行一波的一个调整 这个位置调整下来的话 花了两天时间跌到18% 它还是跌的比较多 那么之前这也是一样 在零条上方出现一个 死差的时候 这个位置也是跌了20%左右 那么这一片也是一样的一个情况 都是出现一个死差之后 那么出现一个18的一个调整 那么这一片如果出现一个18%的一个调整 是吧 我们就说在这个位置出现18几天的时间 那么也就是回调到这个1400一带的一个水平 也不是很多是吧 所以现在的话我们要警惕它进行一波的一个回调 在爆一波的一个多头之后 再继续向上方反弹 那么这样的情况 那目前的话 它的一个下跌趋势其实已经被打破 只有它没重新去跌回这个14000一带的一个水平 都是可以说短期是有一波继续上涨 但是的话 目前来看的话出现死差 目前短期的话 就是有一波的一个回调的一个需求的 说大家注意一个风险 注意一个风险 这是龙眼说的一个情况 那么四手机出现一个看场位移的情况 一定要去注意了 好 我们今天的内容先送到这里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